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客人会问一些什么比较奇葩的问题 你自己或者是你想表达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继续问我 我给大家继续讲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是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要用到的一些句型 然后你自己再适当的学一些生词 只要坚持每天能学一到两个小时 你基本上一两个月之后 你可以脱口而出 英语会突飞猛进 这样 OK 先看今天的课程 今天主要讲there be 句型 什么是there be呢 就是there is 是指这个单数 什么人 有什么人 什么东西 怎么怎么样 there is 就是一个 there are 就是负数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在你做按摩的时候 经常有客人问你 Are you busy today? 你们今天忙不忙啊? 你今天忙不忙啊? 你就回答 yes super 就是非常忙 或者是crazy 都可以 就是疯狂的忙 yes super 或者是yes crazy there are six appointments after you 就是在你后边还有六个语言 就是there be 句型出来了 there are six appointments after you 有六个语言 在你后边有六个语言 或者是下边这一句 客人 他们跟你混熟了之后 都会问你 经常跟你聊天 is there any good news? is there any good news? is there any good news?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 回答 no there is none 啥好消息都没有 there is none 这个there be 句型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如果说造个句子 there is a customer waiting for you 有一个客人在等你 有一个 there is a customer waiting for you 或者是只有很多这个毛巾需要写 there are plenty of the tiles need to be washed there are 因为是很多嘛 复述的形式 there are plenty of tiles need to be washed 或者是比如说你这个前台 是一个老美的收银 比如说客人走了之后 你会问他 is there any tip for me? is there any tip for me? 这个有没有我的小费啊? 他给没给小费啊? is there any tip for me? 那这个就是there be的句型 there are there is 或者是there were 就是过去 怎么怎么样 主要是指有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人 怎么怎么样 there be 加上后边这个主语 啊 啊 再从头来看一遍 比如客人问你 are you busy today? 啊 今天忙不忙 啊 你回答 啊 no no busy not at all 或者是yes super crazy 啊 there are six appointments after you 啊 six appointments 就是说六个预约 啊 there are 就是有六个预约 啊 有这么个事 有六个预约 after you 就是在你的后面 啊 还有六个预约 啊 下面 is there any good news? is there any good news? 啊 no there is none 啊 没有什么好消息 一个都没有 啊 这个就是there be的句型 啊 我讲完之后 可能有很多人会 听不懂或者怎么样 因为每个人理解能力不一样 啊 我表达的也不知道 是不是特别清晰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请及时和我沟通 啊 我会给你讲的更详细一些 多给你举一些例子这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啊 That will be all for today I'll see you tomorrow